大家好,我又回来了,今天呢我是想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话题比较轻松一点的视频 那在没有进入主题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就是想说 我有看到留言有朋友想看我化妆的视频 那我想一定会有的,我今天其实就稍微化了一点妆 因为我的皮肤最近,情况不是非常的好 等我皮肤好了一点,我一定会化一个妆在视频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化妆 现在我化妆非常的快,因为我有了孩子以后就比较,事情就比较快一点 就是很轻易的十分钟里面就化了这个妆来做个视频,今天 然后呢,我有看到有人留言想叫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如何理财 这个话题吧,怎么讲呢,我也不是什么专家 就是也是可能我在化妆的时候,边说边聊就可能会讲讲我怎么样理财吧 或者说怎么样节约吧,我可能会比较节约一点 对,这样的话题好吧 那还有呢,我也在想说 我可能会下一个视频,就是接下来的视频当中 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头饰的 我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头饰 比如说头孤,或者说发甲什么的 我就想说也给大家分享分享 女孩子总是要漂亮的,那我不太会弄头发 有的时候就大个发甲,大个头孤什么的,就装饰一下头发 对 好吧,那这个视频呢,我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囤的货 就是我没有拆开的囤的货是什么 那一个呢,就是鼓励自己把囤货用完 一个呢,就是给大家分享我比较喜欢用的东西 还有呢,就是也是想给大家说 如果你有很多同货的话,也不要忘记去用它们 因为化妆品也是有保质期的 你不用的话,也会就是坏掉的 对,好,那我就,我有这样两大盒 对,那我就开始了 第一呢,我给大家分享过 我就是前一阵子在亚马逊买的 网站上面买的,对 呃,是,呃,就是睡,不是睡觉 就是蒸,蒸眼睛的,就蒸气,蒸气罩吧,对 我很,我很喜欢用 我上这个,我每会,我会每个星期用一片 对,就,就让自己眼睛休息一下 非常的舒服 然后呢,这个味道是,呃,是玫瑰香的味道 虽然就是你只能用这一次 一片大约一美金左右吧 但是就是你用完以后 它是没有再有蒸气的感觉 但是我不会把它扔掉 我有的时候就到它,当那个眼罩 就是把眼睛就是遮住睡觉 因为它那个味道很好闻 就是很让你容易入睡的,呃,很让你很快入睡,对 还蛮推荐的 我也是用了很多年了嘛,对 第二个产品也是给大家分享过 这个是以前是一定要医生开药,呃,开,就是,开 prescription 才可以买的,呃,就是,就是,支痘痘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的话,现在你什么地方都可以买到 CBS,呃,Walgreen,Walmart,对 呃,这个是我支痘痘的 最近吧,我的皮肤还是有点痘痘 呃,不过快好了,对 我反正如果有痘痘的话,我就擦这个 很好用,对,推荐给大家 所以我有一个,呃,囤货,对 好,接下来是这个,就是,呃,睫毛增长 耶,对,这个是在Costco买的 我也用过好多,呃,这样好多了 因为我每次买它有两个 我可能用过两三个吧 对,它就是这样子的 我是觉得它是有用的 但是你一定就是不管你,不管你用什么吧 我就觉得你要一天一天,每一天都用 那我这个人就会有的时候忘记用 或是割才两三,两三天再用一次 或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就全部忘记了那种 但是我还有,真的有看到,呃,效果 就算我不是天天用,对,我还是推荐给大家 而且很便宜,在Costco网站上买的 好,这个,这个是扎头发用的,对 我也非常推荐给大家 这个扎头发东西很好用 不会把头发就是有,有扎的时候有印子啊 或者是你可以做盘头,你看 可以做盘头啊什么的 所以我上次买的时候好像里面有两个 还不是三个,对 我就,我还有一个,对 哦,对,三个,我买这里面好像十块钱嘛 有三个,对,还剩,还剩一个 好,继续,那我给大家讲过 我很喜欢就是,呃,我的,就是擦,就是弄眉毛的,眉毛的笔 是那个benefit,这个,对 我已经,这个囤货还剩这样的 我有的时候买吧,就会买这样子三个的 就是,对,有,就是不同的,呃,不同的笔的尖头吧 不一样,对 嗯,反正,这个颜色好像是四号吧 我记得,对 就是你根据你的头发的颜色 就是买不同的颜色,对 我这个是四号的,对 这个还没有用 这个就是有点那个 就是那个眉毛 眉毛刷 可以把眉毛就是看上去多一点的感觉 对,然后呢 可能就是,嗯,不知道 这个 我觉得还不错啊,你看这个有说明书 对,我还是蛮喜欢的,我可能还会再囤 好,下面继续 那这个呢,是我上次给大家分享过吧 我就是在iMomoCo网站上面买的 就是洗澡用的 这个也是还没有开 你看这个要明天用 就是把它用完久 就可以了,对 好,嗯,接下来就是我 一直一直囤货 一直用的 但是今年用的特别少 我现在在家里上班不太化妆 但是我就是护肤的时候 我还会用 这个就是我化妆 如果卸妆的话一定会用 或者是就是擦棉花棒 就是擦护肤的 护肤液啊什么的,我都会擦这个 对,你看,我有三包 对,我一直会囤 很好用 非常的,对皮肤很好 就是没有那个损伤 对,还有这个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护唇的吧 对,这个从来没有用过 反正我也就是买了 买了,对 这好像是免费的 还是什么的 我反正有一次拿到的 就是还没有用 好,这个是面膜 对,这个面膜我用过很多了 这个是我婆婆送给我的 我这个还没有用 对,这个是 就是根据 就是比较年龄大一点的手女吧 就是对你的那个皮肤抗老有效果 这个是 我记得是两片 你看到没 脸上一片 就是脸的上半部一片 脸的下半部一片 对,这样子 好,接下来呢 是这个 这个Lush Lush我每个星期都会泡一次澡 然后我儿子现在那么大了 还是喜欢泡澡 天夜洗澡的时候 所以呢 我就有的时候就 我很喜欢用这个 为什么 是因为它的那个泡沫很足 而且这么大一块可以用无数次 可能二十三十次都可以用到 因为我每次就 就手 手锅一下放在那个浴缸里面 对 好,继续 那 反正那个Lush 这个我就是用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对 这个是在日本买的 是 护手霜 是美白的护手霜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对 Q10的一个 高丝的 我买了两罐 你看 这么一大罐很精用 对 我那罐快用完了 我可能要去开这罐用了 我一般都是晚上用比较多一点 晚上睡觉的时候用 对,美白的 对,美白的 好,再继续 这个我上次给大家讲过 我承接那个护肤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过这个叫 美酷的那个 叫什么 Toner 中文突然之间想不起来了 Toner 对 那我就不打开了 你们应该看到过上一次 我 我真的有好多瓶 所以这 这可能是最后一瓶了 对 就这样子 在Costco网站上买的 现在已经没卖了 好,继续 那这个呢 是在 yesstyle.com买的 是附 就是那个 就是 不是让 脚上脱皮的吧 应该不脱的吧 我也不记得了 反正也是买了好久好久 他说是foot mask 你看 到现在还没有用过 我可能周末要用一下 我这人非常的懒 有个时候 好 讲到那个脚上 脚膜的话 那一定还要讲 你看我有存那么多的脚膜 当然是打折的时候买的 但是呢 就 你看 还是那么多 这个蛮好用的 我这个 我明天一定要用 用一片 这个是 就是帮你那个脚上 去 死皮的 对 好 继续 那SK2 诶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用过一片 还是我用了 方法错了 还什么的 反正我是觉得 不怎么样 所以我 还剩了一片 都一直没有用 到现在还没有用 我可能要用了 要不然的话 也可能坏掉了 好 继续面膜 这个什么 金刚侠面膜吧 我到现在也没有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了 这个倒用过 金刚侠的眼膜 这个用过 觉得也一般 反正 这两个 我不知道有没有 看我视频的 小姐们 用过没有 反正我是觉得 怎么样 没有特别的感觉 好 还有什么 这个面膜 在日本买的 这个面膜好像 就是很多的 serum在里面 对 还有一包 看看还有什么 快没了 这个是在 TJ Max 买的 美白的面膜 但是我也觉得 没怎么样 懂 还有就是 我囤的这个 就是洗脸机的 这个头 要换的吗 你看我就是 洗脸机的头 你看到没有 就 就 就一直 但是我不是 天天用洗脸机 所以 不常换 就是那个 面膜 这个星期 我的脸上 就是出现了一点问题 我这个星期 都没有用 面膜 因为 有的时候 脸上 就是出问题的话 我就会让脸 比较干一点 就让它 恢复得快一点 对 好了 应该没什么了 对 哦 还有一罐 这个 这个我是 给我儿子 擦身体用的 他就是 洗完澡以后 我一般会 用这个给他 擦身体 或者是 擦脸 对 如果你有小孩的话 如果他有出疹子 什么的 这个也可以用 我觉得 蛮好用的 对 最后一样 是这个 这个牌子的 马罗空 Oil 这个牌子的 发油 我不知道你们用过没有 我买这个 就是用他的发油 我是看别人介绍 发油还不错 我就买了一下 但是也没有觉得 特别的神奇 对 反正他就是 他这个一套的套装 里面有一个 一个 就是 soap soap 是什么 soap 中文是叫 肥皂 对 但是 应该这个应该 也不错的吧 但是我还没有用过 有没有frequence paraben free oil free 这个好像 有香料的 对 但是我还没有用 所以我的囤货 今年的囤货 其实跟以往来讲 就是囤货不是很多 我以前会 真的会乱买 现在我觉得 还好吧 你们如果这样 知道我这些囤货以后 下面留言说 跟你们比起来 你会觉得 我的囤货比较多一点 还是你的囤货比较多一点 好吧 我们可以做个竞赛 看谁的囤货最多 开玩笑了 好了 那我这个视频的话 就这样ending了 我这个星期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 好像恢复过来 但是 这个星期 也是三天休息 所以 不上班 人总是比较 稍微轻松一点 对 好了 那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